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的地方 力争能够在11月拿下这个至关重要的摇摆州 而民主党的副总统贺锦丽也从周末起接受连串的访问 也要争取透过主流媒体接触数以百万计的观众 锦丽的争取游离票 在现在共和党部分人士担心 今年在威斯康辛州的形势未必乐观 川普团队的高级幕僚则形容攻占这个州的难度相当的高 民主党方面 贺锦丽与副首Tim Woods这个礼拜 也会铺天盖地地接受访问 高级选举官员透露 除了CBS会在7号今天播出的60分钟时事杂志 还有昨天的一些Podcast的节目之外 未来贺锦丽还会接受电台主持晚间秀和清谈节目的采访 Words则会在Fox电视台会接受访问 而在现在也看到 也就是民主党管制的州现在未雨绸缪 为前总统川普一旦重回白宫做最坏的打算 及早制定防护的政策像是要囤积 躲胎药 还有推动保障同性婚姻的权利等等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消息 在生育自由的议题上 虽然川普承诺不会在联邦层面颁布 禁止堕胎的禁令 但是因为保守派势力相当强硬 更希望能够限制像是米菲丝同等 人工流产药物的流通 因此华盛顿州等多个民主党的这些州 都已经开始防范于未然 在环保议题上 川普反对民主党的电动车倡议 扬言如果再次当选 就会推翻加州限制汽车排放的措施 有见及此加州州长纽森 今年较早就宣布 州府和汽车制造商Stelandus 已经达成协议 即使遇到司法或联邦行动 无法执行标准时 这个品牌的汽车还是会遵守加州的法规 民主党的州也纷纷设法保障同性婚姻权利 夏威夷 科罗拉多 加州都会在11月大选期间 把这个议题列入当地的公投 而在现在也看到众院议长 就是麦克·朱森 已经拒绝承认总统拜登赢得2020年大选 以及前总统川普连任失败 形容拜登只是当选 共和党在近日齐声指责民主党煽动 导致川普接受就是遭遇暗杀不遂的言论 而在议长朱森也回避这个问题 不予以搏斥 外界担心 朱森代表了共和党的主流立场 在今年川普如果再次落败 朱森是否会确认点票的结果 评论现在担心朱森如今拒绝 就2020年大选结果表态 假设11月选举结果也出现争议 朱森可能以议长身份做出某些决定 像是质疑各州的选举人票 获得托卖以及阻扰国会确认结果等等 而在现任总统拜登退选之后 选民对于年龄的问题的关注 开始转到前总统川普的身上了 纽约时报以电脑分析川普的言论记录之后 发现他在近期常常有思路不清 言语混乱的现象 而且对于以往的事情来个念念不忘 措辞也充满了戾气 让人质疑他的心智状况 未必适合担任国家领袖 在纽约时报的分析当中 是用电脑模型比较了川普 2015年到现在的言论记录 发现在第一次2016年竞选时 集会演讲的平均时间45分钟 现在变成82分钟 口头语方面经常使用 总是从来部这类极端的措辞 频率比8年前大大的增加 此外他也大量使用负面词汇 频率比正面词汇多出了32% 在2016年时他差距只有21% 说脏话的频率也比2016年增加了69% 专家形容川普的这个现象符合心理学 所说的无法抑制不当行为 所以对于他是否担任国家领导人的 这一个情形形成事状况方面 那么让人质疑他是否会使任 好接着我们再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这是在国土安全部现在宣布 在允许古巴等四个国家的民众 到美国的人道假释计划 在两年居留期 届满之后就不会延续的 意味着数十万人可能会陆续的被驱逐出境 分析形容拜登政府现在正因为移民问题 而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 相信也是为了大选 而在这个时期在调整他的政策 政府数据显示 到8月底已经有53万人通过相关计划入境 当中21万4千人来自海地 11万7千人是委内瑞拉 由于这个计划 2022年推出时 委内瑞拉移民是最早受惠 因此第一批到美国的人 有可能也是第一批就会丧失资格 而可能就在这个月 好 新闻最后看一则和大家 这个是医药方面的 现在大家希望美白美白 不光是传统的亚洲人 一白遮三丑 皮肤要白 而现在也看到 对于牙齿也不能够忽略了 现在要小心 往上充斥着缺乏培训 或者监督的无证业者 他们以廉价的贴片服务来做招揽 消费者要特别注意 这些所谓的贴片技术人员 经常会在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或TikTok上宣传自己 往往只收取一般牙医诊所的 费用的一半价格 提供全套的牙齿贴片来美白 甚至还推销自己的培训课程和认证 希望吸引其他人加入 这些人经常会在美容院酒店房间 或私人住宅进行贴片 而不是让申请人 或者需要接受的人到牙医诊所 所以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样子的贴片品质 参差不齐 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借这个新闻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为了省钱 关顾无牌业者 最后损害自己的健康 好 带给大家 这是今天的五件新闻 后面将为朋友们翻译编辑播报 再度谢谢您的收听 稍微休息一会儿 欢迎朋友们收听 接下来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